我認真看了一些這些指控 我覺得沒有什麼心意 譬如我們說它的指控裡邊 第一個是企業補貼 然後由於企業補貼導致市場不公平的競爭 那麼這種補貼早就是老問題了 美國和歐盟不給中國市場地位的一個重要原因 就是說中國補貼企業 那麼這裡有個原因就是說補貼什麼企業 這民企的話應該說是沒有補貼的 那麼如果說我們說有補貼的話 那也是非常公開的一種我們叫產業政策 所謂產業政策的話就是說 政府有這麼一筆科技資金擺在這裡 大家一起來申請 那麼這個所謂產業政策這種扶持這種補貼的話 在哪個國家都有的 所以這一點來講應該說 不是什麼就是說在西方不正常的東西 那麼民企的話政府是沒有任何補貼的 除了這個產業政策的這個扶持支持外 國企的話那政府它是股東的話 如果國企它需要股東入資的話 這也是天經地義的事 那麼我們剛剛講的這是他講企業 那麼主要是講國企這一塊 那麼的確中國國企很猛 現在是發展勢頭比較猛 那麼它這個我們說國家作為股東的話 它這個對企業進行這個現金的注入的話 那麼也是股東的權益範圍之內 無可非議 但你喜歡國企還是不喜歡國企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麼我們講的國企這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 那麼還有講的知識產權侵襲 那麼它就講中國這個知識產權侵襲 然後抄襲這個美國 然後導致美國損失了多少多少萬億 這個我覺得中國13億人 這麼大的國家 這麼大的林子什麼鳥沒有啊 但是有一點這個指責的話 我覺得如果是國家一種系統性的 國家行為的話來這個偷盜啊 或者盜期這個知識產權的話 那應該指責 但我個人認為國家根本就不會有這種行為 中國應該說發展到今天呢 自首入市以後 對外的一些這些制度安排啊 還是蠻謹慎的 那麼不排除個別的企業 個別的人去盜用這種東西 然後產生一些知識產權的糾紛 那麼這在哪個國家都會發生 但是把這種個別的企業上升為一種國家的行為的話 然後上升為國家層次的問題來對待的話 我覺得這個有點